脉轮作为身体的能量中心 它不仅仅关系到身体组织的健康活力 它也能够滋养你的细微体 如情绪体、理智体、灵性体等等 到高等阶段 它会帮助你连接宇宙能量 进入生命之河、头顶光柱的恩宠状态 这被称为高我临在 通过激活七脉轮自我肯定与聚的练习 让你的脉轮能量去向平衡 对七轮的练习将让你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获益 日常习惯 内心更加平静 浴室更加冷静、不急躁 提高专注力 更好地投入到眼前的事情当中 提高抗压能力 面对挫折更容易淡然相对 提升处理不良情绪能力 增强同理心 内心更加柔软 提高自控力 身体方面 增强自我意识 增强自我意识 更好地做决定 更具有创造力 美底轮 美底轮 生存 大自然 我喜欢我的身体 觉得它是美丽的 我享受我赚钱的方法 我很少担忧 时常活在当下 我感受到稳定、安全和不怀疑 我很少恐惧 有安全感 和踏实地行走在大地的感觉 我能自然觉察 流露和表达我的感觉和情绪 我有丰富而健康的感官享受 我的内分泌很正常 我饮用充足的水分 我清除我的需求 并且可以提出需求 我享受活力健康的性关系 我喜欢舞蹈 身体能轻易地随跃跳舞 我很有弹性 我很柔软 有细腻敏锐的一面 我是自由的 我很有创造力 我可以说是 也可以清晰地说不 我既不控制 也不被控制 我的各种关系都很和谐 具有支持性 太阳轮 自我能量中心 我在大多情况都是自信的 我是有力量和勇气 我能自在地欢笑 我能完成贯彻任务和计划 我能为自身的权益勇于发言 当必要的时候 我有勇气冒险 我能为自己设置适当的保护界限 我享受成功 影响力和美誉 心轮 我的心脏很健康 我可以享受爱 自爱并爱人 我的心是柔软的 有弹性的 我能感受和传递温暖 爱和慈悲 我是个慷慨大方的人 我拥有敞开诚实的人际关系 我疼爱珍惜自己 我能轻易原谅宽恕 我能接纳别人呈现的样子 我能轻易放松地呼吸 我接受现在的我自己 喉沦 表达能量中心 我的甲状线很正常 我是个好的倾听者 我是个很好的顺畅的沟通者 我真实地表达 我的节奏感很好 我的声音清楚笃定 有底气 我的生活很有创造力 我能清楚有效地表达 我的想法智慧和情感 我有好的反应力 和幽默感 梅心轮 洞见能量中心 我有很好的洞察力 我很客观又稳定 我很有直觉并信任它 我很清楚愿景 我清楚地知道 我想要的是什么 我有好的记忆力 我有独特 我有独特而有创意的想法 我能轻易地在脑海形成画面 我有预知灵验的经验 顶轮 灵性能量中心 我有静坐的习惯 我享受我的灵性 我感觉和宇宙 我感觉和宇宙至高的力量连接 我读写诗 喜欢听非流行歌曲的音乐 我擅长自我省思生命 我能轻易地从忙碌中抽身 我能悲天悯人 在天地间聆听 顺道而行 一个人需要活的是 同时活出七个脉轮的状态 哪个脉轮比较弱 要学会去平衡这个脉轮 当七个脉轮都平衡了 每个脉轮的残缺的部分 就会被其他的脉轮的优势所补齐 那么这个人就能够活在喜悦 于和谐之中